你看这些花色 飘得特别的灵动 半山半水半成烟 一壶煮酒一壶煎 它形容就这种美作 很多粉丝朋友都好奇 我这两个大保险柜 都装了什么好货呢 那么今天我就拿一点货 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像这一小盘的货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也是我们行内经常走通的货 来咱们先来看一下这条 你看这些花色 飘得特别的灵动 种水是非常好的 一条贵妃桌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条 一样也是个高边 还有点雪花明 而且它的花色 非常的灵动 一个正圈 然后看一下这条紫色 相信很多姐妹 她都喜欢色料是吧 像你看这个唇彩卓是吧 它的紫色就特别的浓艳 而且这下面有一抹色 它是直接贯穿的 这我们行内的话 算是行鞋料了 走的也是比较快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些白底青 它的色就特别的浓艳 像这种白底青 也是比较喜欢的 很多姐妹也知道 阿朗文是比较喜欢 种水跟飘花卓的 那么种水卓的 像这种半山半水 它上面这个青底色 它的种就非常的好的了 半山半水半成烟 一壶啄酒一壶煎 它形容就这种美作 再看一下这条宽板轮胎 当时我们和这条料纸的时候 也考虑到很多东西 因为现在这种宽板轮胎的话 喜欢受众的人群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它的花色是特别的灵动的 而且它种水 到了一个小冰的种水 也是非常的好的 看一下这条黄飞 一大抹的黄色 直接是灌穿到里面的 而且这里的种水是非常好的 这种上手就特别的糟糠 然后就是这条种水桌 可以做一个大胖圆条 花色它有点随前郁郁的感觉 零零散散 就像仙女飘花一样 特别的好看 那这些有你喜欢的吗 有你喜欢的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有你喜欢的那种水楼